美国联准会公布会议纪要显见说 接下来升息的疑虑持续增加 连带影响美股周三的表现大多都是收黑 不过今天台股表现是丝毫不甩美股 因为电金船都是上涨 不甩美股可能升息疑虑 周四台股早盘气势如虹 开盘开在15463点 最后继续冲 截至上午10点20分 最高点来到15594点 上涨超过百点以外也收复五日线 不过近期备受外界关注的 还是新贵股新宇航空 因为短线涨幅太大被关紧闭之后 22号跌落神坛 23号开盘跌势没停歇 一早开在35元 截至上午10点 最低报33元 不过随后又涨回 最高上涨到36.55元 只是新宇股价上冲下洗 也引起了散户抗议 在脸书发起套牢自救团 已经超过3000人加入 还有人发文说 前天买了800张50元 一共4000万 账面负债已经达1000万 到底怎么办 不过对此新宇航空火速发声明 强调董事长张国伟 持股超过77% 一张都没卖 也说股价涨跌和公司 没有直接关联 而同样是新贵 近期讨论度更高 还有清洁用品厂清净海 连两日垄断之后 周四开盘13.2元 最后每几分钟 股价惨衰最低到6.99元 跌幅超过20% 但约30分钟后 最高点来到15元 涨幅超过25% 估计就是说可能这两天 股价冷静下来之后 应该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就不会震荡那么大 粉丝提醒 近期新贵股出现不少标股 但投资人出手要审慎评估 避免狂追增加风险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